文池 eta Nao 哈咯 各位晚上好 好 你们看到我吗 看不到 他比较高一点是你们看得到的 是 可能她早上来了 看得到吗 各位晚上好 好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 虽然我们刚才主持人做了非常棒的工作 基本上把我过去十年的故事讲完 不過我還是簡單跟新朋友們自我介紹一下 我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基東坡人 在五年前到了美國上大學 然後讀了這個系統這些關係之後呢 也拿了一個金融的學位 目前在美國找的是實習 不過就如剛才我們主持人所講的 我在非常多年前就是年輕的時候 現在年輕這個時候我就說我現在也不老 所以只能說我更小的時候 現在是小的時候我就開始創業 所以有很多朋友問我說你為什麼這麼年輕開始創業 當我十五歲的時候是2009年吧 當時候我認識到了Facebook 認識到了很多的互聯網平台 而我覺得在以後的社會當中 有很多的人都會參與這個平台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商機 所以我當時就跟幾個朋友 在學校裡面開會 決定成立我們第一家網店 所以在18歲之前呢 我們經歷了三家不同的網店 取得了一個小小的成就 不過我發現到原來創業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可能在我們當中 這個房間裡面有很多創業的朋友 如果你曾經創業過或做過生意 你明白我所說的拿貨送貨囤貨收錢放帳 每一件事情一手包辦 對不對 對 我覺得說互聯網可能不需要 OK Online嘛 Online很簡單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是Online的負責人的話 這些所有一切你一定經歷過 所以當我覺得說 我想要在我的這個 互聯網事業突破的時候 我在我家裡遇到了我媽媽 OK 然後呢 因為我父母 我從小到大都是在一個 傳統生意的家庭長大 所以很少機會看到我的父母 所以當我要創業的時候 我跟我父母聊了一下 跟我媽聊了一下 後來當我想突破的時候 也跟他聊了一下 我爸跟我說 其實如果你想要的話 有一個事業是關於互聯網的Online 還有你們年輕人很喜歡的 而且呢 他有機會可以做到全世界 對於一個很想走在潮流的尖端 也很想走在別人的前面的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用這個互聯網 又能工作國際的話 的確非常吸引我 所以呢 我就跟我媽來到了馬來西亞的總公司 就是之前我們的前一個Office 跟你們一樣參加了一個說明會 我在第一排 我聽完都會覺得說 Wow! Amazing! 發生什麼事情呢 等一下告訴大家 所以我非常榮幸今天 能夠受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目前一個非常 先進而且呢 是目前非常亨的一個平台 名字叫做美商結石 Ginax Global Ginax Global它是一個法文 它代表的是 永遠青春 永遠漂亮 永遠年輕 可能女士聽到很開心 男士聽到沒有感覺 男士聽到沒有感覺 不過慢慢的你就會有感覺 OK 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平台 還有究竟我們即將在接下來的30分鐘時間之內 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怎麼樣的資訊 我還要跟大家簡單的解說一下 目前呢我們正在做的是一個全球匯聚的平台 在我開始去分享這個全球匯聚的平台之前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在座的有多少位是第一次了解的朋友 或者是第一次來參加我們世界說明會的朋友 你們可以給我示意一下嗎 我們有掌聲歡迎社會的朋友 所以在接下來的30分鐘當中呢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打開我們的社會 因為可能也許我們待會講的一些資訊你們可能沒有聽過 會非常的新 不過如果你們肯像我在幾年前把地址打開之後 我會覺得說原來這個東西 這個事業的方向 的確就是我們過去一直在尋找著的 我也非常榮幸通過這個平台 我個人是在美國上大學 然後事業在已經發展到全球二十幾個國家 可是我依然的人不在馬來西亞 不在亞洲一號 我事業可以繼續發展 為什麼 因為我得到了7.4的工具 我知道未來將會發展的事情 而我站在7.4的前端 所以傑斯公司平台首先第一點 它結合了新的科技 我們如果現在 如果金錢不是問題的話 我想請問在座的每一位 你會發展哪一方面的事業 如果金錢不是問題 如果你有足夠的資金 你會發展哪一方面的事業 你會發展哪一些你覺得很有潛能的事業 對不對 所以任何目前你看全球十大的公司 世界五百三的公司 先進的 近七十年之內 上榜的 他們離不開接下來幾個關鍵詞 第一 他們一定擁有新的科技 就是新的科技 跟我們也有關係 你看每一個人拿著 你們在拍我會很緊張的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個手機 對不對 十年前我開始創業的時候 唯有手機 不過當時是Solid Ericsson 我沒有辦法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track到我們公司的業績 因為當時我沒有這麼發達 可是十年之後 這個東西每個人覺得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科技讓我們把我們生活變得簡單 跟我們息息相關 可是我們可能是科技的受益者或消費者 有沒有在科技當中賺過錢呢 值得思考 第一點 第二 我們擁有的是一個全球化 目前因為互聯網的關係 把世界變得很小 我們以前如果 如果大家的親戚朋友到美國上大學 在Europe上大學 如果是在新加坡上大學 覺得好像很遠 抱著哭了很多個小時 因為感覺很久都不可以再見 飛機還沒到 現在也可以在飛機上面做video call 世界非常小 我那感覺上上個禮拜才跟你們在video上見面 我們結合見面 你覺得我好像就是沒有離開過大家 不要講到這麼是悲傷 OK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全球化 所以目前把生意做得非常棒的公司 都有計劃把它推向全球 更重要的是 在過去我們做生意 可能是需要很大筆的資金 很大的一個風險 在我們的一個finet system來說 你越大的風險 回報是越大 可是這是過去的講法 現在新的模式 展開的是一個 你可能不像過去 需要很大筆的資金 很大的風險 才能今天賺錢另外一桶金 或第一桶金 你現在新的科技的話 其實不用太多的投資 如果你運用資源整合的時代 你有方法 你有工具 你有人 這個事情可以簡單的發生 所以我們叫什麼 新的經濟模式 所以說到這一邊 我想邀請大家看一下 到底未來的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 這是我們下一代 到底的世界 會是一個怎樣的進步 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們有請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相信 其實應該是說 不管你相不相信 也不管你認不認同 這就是一個未來發生的事情 只是在這發生的事情當中 它有沒有跟你有關係 有沒有跟我有關係 這個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所以呢 我將會用幾個方面 來跟大家探考一下 今天這個平台 跟你有沒有關係 還有我們怎麼樣 在平台當中 成為一個受益者 成為這個全新的新點檔 好 所以 集結社公司 Genest Global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平台 它屬於哪一方面的一個事業呢 我們稱它為交互式網購 我想請問一下 在座各位 有誰 有在網上花過錢 舉手一下 OK 所以不管你在網上買過機票 你在網上有訂過酒店 你有在Amazon 你有在Ebay 還是你有在 Malaysia 有什麼 Lazana Eleven Street 對吧 你有在任何地方消費過的朋友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曾經試過 如果自己沒有試過 也會給錢別人 叫別人在網上幫你買東西 對吧 可是 另外一方面 有誰在做的 有在網上賺過錢 舉手一下 其實沒有很多 我不敢講少 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呢 這個平台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呢 是讓消費者能夠參與 成為一個經營者 因為在過去 我們任何事情 我們都要消費 我們賺的錢就花了很多消費 不管你熱場生活 還是你去玩 你去開心 你去玩樂 everything 需要的不需要的 有必要的沒有必要的 都是成為一個消費者 可是結實公司的核心概念 希望說 每一個消費者 你花你本來應該花的錢 可是你有機會 賺你本來不應該賺到的錢 這麼簡單 了解嗎 我們成為一個消費商 消費商 消費商並不是一個 非常新的名詞 可是 真正實行的公司 結實是領先者 所以什麼是 讓消費者 參與成為經營者 而自我消費呢 因為我們其實人 都喜歡分享 我今天去電影 看了一個很好看的 賀歲 一個電影 一個很好看的電影 我也想分享給朋友 我吃了一個很好吃的 拿西勒麥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人就有一個特質 是我覺得好的東西 我需要比別人來試 但他認同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這是人的本質 可是我們經常分享 拿西勒麥 經常分享 我們吃的好的住的 我們有沒有得到好處 沒有 過去可能沒有 可是進來的五年至十年 世界開始產生了變化 ABAB聽過吧 沒有地產擁有最多 成為一個地產界最大的 出租公司 聽過吧 Uber聽過吧 沒有擁有自己的汽車 是世界最大的出租車的公司 所以這些公司 開始在走消費上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今天是Uber的 我覺得 我用Uber我覺得很開心 很便宜 很方便 我分享給我的朋友 Cathleen 我分享給她的時候 Uber有沒有獎勵我 有 如果Cathleen從來沒有做過Uber 沒有下載過這個APP的話 Uber會給我 每一個國家不一樣 給我一個credit 聽過嗎 有 OK AB&B有沒有 如果我朋友Mary 她沒有AB&B的account 如果我推薦給她開AB&B的話 她有沒有獎勵 有 現在開始這個關鍵是 每一家大企業想要做大做全球 一定要有的理念 包括什麼呢 Dropbox 以前是每一個人自己下載的 如果你們隨便有Dropbox account跟我講 我給你一個link 你下載的話 你download的話 我會有extra的storage 所以這個理念開始的發生 可是好消息是 潔石在十年前已經懂得的概念 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核心價值是 交互是網購 當然我們比他們做得更深層 每一個人受益的更多 我們從幾個方面 幾個力量 影響力、平台力跟傳播力 我們先講第一點 影響力 潔石公司由誰創辦呢 我們引入上的這兩位 左邊這兩位 非常可愛的雙方 他們叫做Randy Ray和Randy Lewis Randy呢 被稱為叫做電腦奇才 因為在四十年前 當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不認識電腦的時候 他已經是個電腦專家 而且 他已經開始跟美國納薩太空署合作 包括開發很多不同的軟件 包括這個發射太空署的這個 ROCKET 你知道嗎 ROCKET叫什麼 叫ROCKET OK 這個程式呢 是由他來發明 而且 納薩用了天文數字 把它給買下 至今依然在使用 右手邊這一位呢 Wendy Lewis 他是數學天才 或數學奇才 他也是我們業界的 這個 最具影響力的 與企業家之一 而且連續幾年 他最主要的是 他幫非常多的公司 基上過他們本身的 這個包括 很多保險公司 很多需要statistics的 還有需要actual science的公司呢 幫他們計劃過很多的獎勵計劃 還有裡面的這個payout的一個system 所以他們兩個合作呢 已經founder 已經成立了很多家公司 而且被大企業給收購 所以當他們準備要退休的時候呢 他們遇到了我們的一個 醫療團隊的顧問 而開始產生了解釋 這個我暫時不講 OK 而右手邊這一位的話呢 叫Scott Lubin 他是我們全球的策略總裁 那其實 通過我們這幾位創辦人的帶領之下的話呢 我想請問各位 如果我們想要創業 我們要投資 我們要展生一個新的事業的話 我們希望跟成功過的人合作嗎 當然越成功越好 對不對 因為他們有經驗 他們有能力 他們有背景 所以我覺得說 由他們這幾位 這麼經驗豐富的領導者 帶著我們的話呢 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 接下來就跟大家剛才所提到的 就是結石公司的醫學醫療顧問 這五位呢 都是我們最高等級的醫學醫療顧問 不過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左邊這兩位的博士 第一位呢 是這個 Dr. Vincent Jumbaba Dr. Vincent Jumbaba呢 是全球第一個拿到另外一科 執照醫生的抗衰老博士 同時間也是全球第一款抗衰老產品的研發人 也同時間也是美國第一任抗衰老學會的主席 所以在抗衰老界 基本上沒有人不認識 Dr. Vincent Jumbaba 非常權威 而左邊這一位呢 他在美國的 Los Angeles Varicuse 最多明星 最多好萊塢明星 最多有錢人居住的洛杉磯地方 Varicuse 開設一個非常高等級的 怎麼說 MEDICAL CENTER MEDICAL OFFICE OK 專門幫很多的明星 很多有錢人 做很多醫美的工作 同時間他被稱為幹細胞支部 什麼意思呢 如果提到幹細胞 你也不會不記得Dr. Vincent Jumbaba 二菜是全球的科技 叫成人幹細胞技術 而傑斯公司擁有所有的代理權 所以你想一下 這麼權威的醫生們 跟傑斯合作 當然研發出來的 並不是一般上我們看到的產品 而是一些領先市場至少5到10年 而且這麼權威的公司 這麼在抗衰老界 這麼領先跟曲線的博士來講的話 他們所研發的產品 我們肯定是有信心的 其實講老話 由我來講的話很奇怪 OK 雖然我也開始有點老話 可是呢 由我來講的話 不過我覺得我最主要不是告訴大家 應該怎麼去解決老話 我覺得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樣的一個理念 到底這個理念 有誰需要 還有市場多麼的大 你可以成為產品的受益者 你有機會成為這個平台的受益者 所以呢 從產品角度來分析的話呢 其實最主要的傑斯公司 所擁有的是一個 全方位的 由內到外 由外到內 抗衰老的一個系統 我們稱它為 You and husband and sister 講完這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四張圖片 我們從健康 需不需要 需要 青春需不需要 需要 可是過去可能很多產品 只讓我們健康 當然健康是所有的一切 所以慢慢的進化之後呢 人不只要健康 我還要美麗 可是美麗不好聽 我們叫青春 所以就稱它 青春美麗 OK 所以有了青春 有了健康之後 我們還需要什麼 我們還需要活力 所以想要青春這一塊的時候呢 大家看到這個X 其實這個叫做什麼東西 我曾經在Phong 3的時候 有學過這個叫做 暖色體 可是我不知道多 我知道可能XX 共生男生女 OK 然後XY共生男生女 對不對 聽過嗎 我們學過 可是我不是專家 所以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2009年有三位 醫學博士 他們一起研發了一個 新的產品 或者是一個 翻到一個 一個全新的 一個技術 而得到了諾貝爾獎 這樣發表原來 人的歲數 人的年齡 人幾歲會死亡 人的健康指數 其實是跟我們的 暖色體的細細相關 只要我們的暖色體 末端這一邊的話 黃色這一邊 越來越少的時候 代表我們人的健康出現了問題 所以當我們去複製更多的細胞的時候 壞的細胞你就複製 壞的細胞 好的細胞 你就複製好的細胞 所以管理好我們本身的細胞 讓我們細胞健康和活躍 是最重要的 所以過去的話呢 可能有很多的瓶瓶罐罐 可是現在這個 最新的 21世紀的話呢 講求的是 你細胞健不健康 所以如果細胞健康 你就會得到青春 就這麼簡單 所以有健康 有青春 你就會有活力 所以活力的部分 我們要非常照顧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不僅要活力 而且你要講求平衡 什麼東西都好 過多過少都不好 好的東西你太多 也會變成不好 所以要得到一個能量的 內外的平衡 了解了吧 我用最簡單的解釋 我明白了就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過去我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過去用的瓶瓶罐罐 我覺得每個人都經過那個階段 可是現在的人講求的是 簡單 方便 所以從前的瓶瓶罐罐 變成了現在可能很簡單 早上需要做什麼 晚上需要做什麼 得到一個能量的平衡 還有全方位的平衡的話 就可以解決 解決我們身上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提到 二十一世紀的營養學 告訴我們說 如何利用食物 以及生活模式 打開好的基因 並關閉不好的基因 簡單來說 讓我們細胞健康 因為不管是任何的 醫學界的朋友 還是營養師的朋友 或醫生的朋友 他們都會認同說 我們人其實不健康 都是因為細胞出現問題 所以如果我可以全方位的 這樣過去的話 腎不好 醫腎 不夠 calcium 補 calcium 不夠 vitamin C 補 vitamin C 那是過去平平灌灌的方式 而至今二十一世紀 使用的是全方位 只要你細胞健康 問題就會減少 那我意思嗎 從根到底的 把問題給解決好 所以我們通過這樣的理念 跟科技 研發出了一系列 跟細胞優化系統有關係的產品 由內到外 由外到內 因為我們知道說 如果你只有外面看起來 漂亮跟健康跟美麗 你裡面沒有清乾淨的話 它不符合結社公司的高標準 那我意思嗎 OK 講完我們剛才的力量 影響力 我們接下來講平坦力 平坦力怎麼說呢 目前結束公司從2009年9月9號 成立至今多少年 這樣難算了嗎 2009年9月9號 成立至今多少年 9年9月9日 大概是這樣子啦 所以在過去的9年多的時間 結束公司已經發展到全球的150幾個國家 而且全球擁有30多個國家與地區的分公司 請問過去各位我們可能看過很多公司 也參與過很多不同的平台 可能上過班也好 創業也好 我們有沒有聽過任何一家公司 以少於10年的時間 可以發展超過150個國家了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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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公司 它能夠做得到 為什麼 因為它有強大的平台力 可能你覺得說 其實跟我沒有關係 我可能只認識馬來西亞的朋友 最多新加坡的朋友 我也不認識國外的朋友 你不管去到1000個國家 當然全線別多的國家 你去到100個國家 可能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我想請問各位 如果你要賺錢 你要賺一個國家的錢 還是要賺10個國家 甚至100個國家的錢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對不對 所以待會呢 我會教大家 可能你不用離開馬來西亞 你可能人只在亞洲 只在馬來西亞 你有機會得到不同國家的業績 還有 Leverage這個Global Economy 等一下再講 所以呢 其實這個平台力呢 最主要是 它提供了一個個人的創業平台 因為過去 如果我們自己要創業的話 自己需要一個好的平台 可是 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這個財力 跟影響的平台力 去Create一個 讓大家認同 而且發展性的一個平台 但其實這邊你不用 你不用自己花錢設計平台 你不用自己找專家 你不用自己找人家幫你設計網站 你不用找人家幫你研發產品 你不用找account 你不用找account 你不用找律師 你沒有法律問題 不用 所有的一切 結識公司 過去九年的時間 已經擁有了 被驗證成功的平台方法 所以每一個家民的朋友 你的個人創業平台當中 有幾個重點 第一 你有個人專屬的多功能網頁 而且 擁有二十幾個國家的語言 每一個小時 每一秒 都不休息的一個個人網頁 alright 金融服務 我們可能想到說 如果我做新加坡 做美國 那我應該怎麼收錢呢 它應該轉給我美國的朋友 美國朋友 香港的朋友 都轉給我嗎 那是過去的方法 現在結識公司的金融功能 是全球數一數二的 我們除了接收超過200個 國的信用卡以外 我們也擁有這個 秒節 週領的方式 每一分每一秒 算出全球業績 每一個禮拜 分錢 分錢不好聽 應該是領收入 ok 還有呢 支持全球的貨幣 另外 另外 物流服務 物流服務呢 就是簡單來說 叫logistic 我們已經把產品 能夠寄到全球 超過150個國家 所以不管你朋友 在世界那裡 一個角落 直接在150個國家當中 他有一個地址 產品就能 要幾天時間之內 到他的家門口 你不用到公司去收貨 你懂我意思嗎 你也不用囤貨 你也不用收錢 你也不用放帳 你也不用記錄 全部使用互聯網 幫你搞定 最主要的話呢 就是我們擁有一個 被 扶穩的一個 training method 讓所有 不管有經驗的朋友 沒有經驗的朋友 有互聯網經驗的朋友 沒有互聯網經驗的朋友 都好 只要你願意的話 我們有被驗證成功的方法 跟系統量培訓 來教導大家 怎麼成為 結識公司的 個人創業平台的一個 新典範 甚至成功人士 ok 好 我剛才說結識成立了幾年 9年多 9年多 各位你們知道 結識公司在過去的9年多 當然 造就了非常多的 新典範 在這個 互聯網當中賺到非常多錢的朋友 不過更重要的是 結識公司在過去的9年多時間 它的營業額已經高達了50億美金 50億美金是甚麼概念呢 多少個零 9個零 9個零是吧 9個零是吧 不要去算 因為算了就睡不著覺 ok 所以我們累積超過50億的銷售額 我這樣子說吧 在美國而言的話呢 大概有六七家公司 能夠在第五年的時間 銀額超過10個億 ok 英文叫做1 billion 先不要鼓掌 因為你不怕甚麼事情 ok 在美國 基本上只有六七家公司 能夠在第五年的時間 銀額超過1 billion 而這些公司 我們都不會陌生 它包括了Facebook 它包括了Amazon 它包括了Google 我們都知道吧 我們也是他們的account holder 我們也有Google account 我們也有Facebook account 而第六家公司 大家可能聽過 可能沒有聽過 它名字叫做 美商傑斯 GNES 這我給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Facebook 我們聽過 可能10年前都聽過 Google 可能15年前開始使用 Amazon Malaysia 不曉得你有沒有用過 不過你也聽過 可是傑斯公司 我們先不講這個行業 我們講整個科技業的話呢 它是第六家公司 能夠達到這個營業兒 而過去九年時間 我們加起來突破了50個億 現在問題來了 甚麼問題呢 你覺得說 50個億 好像跟我沒有關係 對吧 如果我告訴你 接下來的50個億 100個億 500個億 跟你有關係的話 你有興趣嗎 有 怎麼做 我們來看下一個影響力 叫做傳播力 目前的話呢 我們全世界的朋友 都會擁有一台手機 而手機的功能呢 可能我人不一定要在馬來西亞 人不一定要在那個地方 可是我有機會 能夠創業 我有機會能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基本上手機不見的話呢 不是怕手機不見 手機內容找不回來 手機不見 買過而已嗎 對不對 對 等一下買給我 OK 好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我們怎麼樣 可以成為這個傳播力當中的受益者 結束公司的這個賺點方法的話呢 剛才我們剛剛分享了 結束公司的背景 我們本身擁有的這個 幫助大家的平台的能力 可是接下來 我要講的東西比較認真一點 OK 我問我再來一個問題 在場 有誰 是對錢敏感的 你一定要講出來不要怕 沒有是吧 沒有是吧 那沒有的話呢 那你就給我做下一個動作 就是大家跟我一起深呼吸 你聞到什麼 眼睛 如果你聞到錢的味道的話 恭喜你 聞不到的話 來一起看看 OK 好 結束公司的賺錢方法呢 收入方式呢 有可能有六種 我把它結成成 兩大類就好了 第一大類 我們這一次性收入 什麼是一次性收入 每一個人在場都賺過錢吧 對不對 可是你賺錢的方法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是第一種 就是所謂的 有做就有 沒有做就沒有 OK 這很正常 大概全球超過百分之八十九十的朋友呢 都在賺第一種收入 我很多 非常聰明的朋友 他們經過了幾年的努力讀書之後 他們成為了律師 成為了醫生 成為了很多 我們羨慕的專利人士的工作 可是 當我跟他們聊天之後 看他們生活模式之後 我能確定的是 他們依然在賺的第一種收入 就是一次性收入 因為我不相信哪一個醫生 當他沒有醫病的時候 他依然有收入 我也不相信在場任何一個老闆 在你的員工不上班的時候 你就發錢給他 如果有的話 告訴我 我要上班 可是現在的人開始呢 轉變模式 他們想說 其實不只有一種方法賺錢 我希望能夠賺到持續性的收入 什麼叫持續性的呢 我們用到residual income 或者是passive income 主要就是說 今天我通過我的努力 前幾年的努力之後 我可以用系統來為我創戶 OK 我們先講第一個點 零售利率 這些都屬於第一種收入 就是我們的一次性收入 第一個一次性收入呢 我們叫retail profit 什麼意思 跟傳統生一樣 我們買低賣高 之間的差價就是我們賺的錢 簡單吧 可是過去我們如果做retail profit的話呢 我們可能需要送貨的 朋友要我們要寄 要收錢 你被印給我的嗎 哈囉 早上好親愛的 你被印了嗎 還有晚上好提醒你一下 你被印了嗎 OK 有另外一天 要送貨給他 對吧 這過去的方法 你顧客不多 你會很煩 因為你沒有錢 你顧客太多 你很煩 為什麼 應該去送貨 要請員工 OK 可是現在的話呢 我剛才有說到每一個人 都用自己的個人網頁 所以不管全球任何一個朋友下單 他晚上下 你再睡覺也好 It doesn't matter 24小時不休息 只要公司接到訂單 就會直接幾天時間之內 送到他的家門口 而你可能睡著覺也有錢賺 那你有意思嗎 這是互聯網的優勢 不過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禮拜一晚上來到這一邊 不是為了賺個三十塊美金 我不是來學怎麼樣最快的 把我的產品賣出去 No 我們來看這更大塊的 不過 這也是其中一個賺錢的方法 大家覺得嗎 OK 好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叫做推廣收入 它也屬於一次性收入 不過這個部分就比較大了 你們眼睛可能會更大 當然眼睛怎麼真的不會大的 OK 所以呢 你今天聽完之後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 我覺得產品很棒 我想要try這個產品 成為這個產品的受益者 那你可以選擇一個體驗套裝 體驗套裝的話呢 有足夠的產品讓你使用三個月 為什麼 因為細胞修復 讓細胞健康是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這個不是我講的 是專家講的 OK 你要好好去體驗這個產品 覺得好的話呢 成為一個受益者 繼續使用那個產品 這是第一個 你第一個選擇 你第二個選擇 你可能像我們一樣 就覺得說 嗯 這麼好的東西 不能再等 我要比別人更領先 我也想擦離這個 全球最新的經濟模式 來一起來創業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 第二種套裝 我們叫做 經營者套裝 當裡面有非常多的優勢 讓你的事業起步得快 更重要的是呢 裡面的模式跟這個 培訓 能夠讓你成為這個 新的網絡經濟專家 不是網絡經濟專家 就是網絡新貴 OK 好 前面這兩個點 都是我們屬於的 一次性收入 而接下來這一個點 我覺得你們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應該是 覺得 兩百塊美金 五百塊美金 沒有感覺 對不對 對喔 還是你們算不出 到底兩百塊美金是多少錢 馬幣 五百塊美金是多少錢 馬幣 如果你不要講多 如果你一個月 因為這個聲音就像一個 Franchising一樣 我把這個理念分享出去 我賣的不是產品 我賣的是這個理念 我賣的是這個 concept 我賣的是這個 Franchise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模式 如果你朋友 同意你所說的 他覺得這是一個趨勢的話 不管他要體驗產品 還是體驗事業的話呢 他拿任何一個套裝 我們都會有一個推廣收入 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用五個朋友 覺得不錯 想要一起參與的話呢 我用兩百來計算的話 你用一千美金 一千美金是多少馬幣 四千 以現在的經濟模式來講的話 以現在目前的馬來西亞的市場 我一個月有多一個四千塊馬幣的話 OK嗎 OK 這樣你們就明白 我知道了 兩百塊美金乘以一千 多一個四千覺得OK 如果我減掉一半的話呢 兩千OK嗎 其實也是OK 對吧 額外的收入 還有我意思了嗎 可是我只講到第二種而已 我有六種 接下來這一個的話呢 我貼得比較興奮 當然說也是因為這個收入呢 才讓我覺得說 真的有機會 不是兩百兩百的賺 因為如果我有跟朋友講 我有機會賺 我不講 我就沒有機會賺 所以這個也是口庭手庭 跟著庭的一個賺錢模式 接下來這一個的話呢 就是開始了我們這個持續收入 我們叫做 Team Commission 中文的話比較長一點 我們自己讀 OK 那這個 Team Commission呢 怎麼去賺 我剛才說到 我們是一個怎樣的模式 我們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Franchising的模式 McDonald賣的是漢堡 星巴克賣的是咖啡 我們賣的是一個 20億世紀的新影片 今天我可以開始跟朋友分享 不管我朋友是成為體驗者也好 他成為經驗者也好 他背後朋友所認識的 是我無法控制 什麼意思呢 每一個人隨便有Facebook account的 舉手一下 還是你們現在就在玩Facebook 所以我任何人都有Facebook account 對吧 我一個很簡單的理念 我們擁有Facebook account 我們會不會開始剝照片 開始分享東西 開始幫我們的兒子 我沒有兒子喔 我們開始幫我們的孩子照片 我們會不會 親人節就開始秀恩愛 有沒有 母親節幫媽媽 全世界幫媽媽我認識了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開始用Facebook來做分享 我請問各位一下 你的照片有沒有可能會給別人share 他share你開心嗎 開心 開心 有錢拿嗎 有 可是也是很開心對不對 OK 所以你能不能控制多少個人share你的照片 不能 那你朋友share了之後 他的朋友就看到對不對 你可能就兩百個朋友 他share了一下他有兩千個朋友 然後別人看到 哎呦真的可愛喔 又在share 對不對 你可以控制嗎 控制不到 可是每一個人背後多少朋友 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我可能睡一個叫起來 我變成紅人 我的照片一萬個人看 兩千個人share 七千個人like 這是夢想 OK 所以呢 我們這個理念 如果你把它放在傑斯公司的這個 team commission的話 什麼概念呢 我去跟你分享這個好的產品 好的事業 你在跟你的朋友分享 你背後所有的人脈 也就是我的人脈 簡單嗎 而且全球連線 全世界連線 我可能沒有中國的朋友 可是我朋友可能有 我可能沒有非洲的夥伴 可是我可能臨機制的非洲人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這個平台 它超過全球一百五十幾個國家 所以想一下 如果你這種方式去分享 去分享的話呢 你就會開始越來越多人使用這個產品 越來越多人加上這個事業 所以我們就擁有積分 每六百積分跟三百積分結合的時候呢 我們用左右團隊來計算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只要我們累積到九百分 不管是左邊六百 還是右邊六百 It doesn't matter 我們想拿一個三十五塊錢美金 三十五塊美金多少錢馬幣 大概一百再四點零多 OK 我們算四 三十五乘四多少 一百四十 我聽了之後果然 沒有感覺 我剛才去main place吃個晚餐 請朋友吃開心一下 也花了一百四十塊 對不對 你講到這麼大 又非洲又中國 只中了一百四十塊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當我了解它背後真正的意義的時候 我覺得說 哇 這個一百四十的其實非常的大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通過我個人的努力 如果我要一邊找每天都要新認識的親朋友 每天去跑步認識很多的Auntie Uncle 去賣產品 然後呢 終於到六百三百的 拿到一個一百四十塊的支票 沒有感覺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一個 試驗模式 可是當我明白 原來這一個不是賺認識朋友的錢 而是有機會賺到陌生人的錢的時候 我覺得 哇 這很大的錢 因為我不認識的朋友 肯定多過我認識的朋友 如果你有方法叫我怎麼賺到陌生人的錢 我一定會全力一步 所以才全球連線無現代 我打個比方好了 用這個例子 這個是我的朋友 我跟他分享 他在跟他分享 他跟他分享 所有分享 不管分享到Australia 分享到新加坡 香港 哪裡都好呢 所有的朋友 消費的每一分 都跟我有關係 你覺得棒嗎 棒 好 因為節制產品真的非常厲害 過去十年創造50億的營業額 你拿它0.001 夠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每一週最高 你可以拿到750次的35塊 等會有多少呢 我算過給大家 兩萬六千兩百五十 美金 美金 一個禮拜 夠嗎 可能你覺得 還好啦 你現在可能也能賺到這個錢 but it's ok 兩千六百兩百五十 是maximum 一個禮拜能夠賺到的錢 我們在這邊呢 沒有任何的income claim OK 可是我們能夠保證的是一個possibility 一個可能性 因為過去的幾年時間 當我參與這個平台的時候 我跟你們在座很多朋友一樣 我們見證了很多我們認識 甚至非常熟悉的朋友 已經正在賺的這個收入 兩萬六千兩百五十 二十六千兩百五十塊美金乘以四 自己算一下 ok 如果你覺得說 兩萬六千兩百五十塊 好像還不夠的話 一個一百多千美金 沒有什麼的話 沒關係 下一個收入你可能有興趣 我們叫領導獎金 這個概念很簡單 我剛才說我們就是開店 可是我們開的店呢 不是實體店 為什麼實體店的話呢 你還沒有賺錢 你就要先花錢 對吧 有沒有收入進來 有沒有生意的話 你租金一定要給 你員工一定要給 你少不了 沒有人買 沒有人吃 你一定要把這些花出去 這是傳統生意 開店的模式 當然也有人因為這樣 而賺了很多錢 可是現在經濟來講的話呢 比較困難一點點 ok 那如果我們把這樣子的模式 幫上網上 我們用一個online franchising的方式 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開店 而且開店不用像 McDonald's 需要幾十萬 像很多的大品牌公司 拿來做的話 需要很多的資金 多久回本的話呢 根據市場來定 對吧 所以如果我今天第一排的朋友 1 2 3 4 5 6 7 8 如果這八位朋友 他們都是我直接認識的 他們聽我講了之後 覺得說 欸 Jack 這個真的可以做 我們來一起合作 那這八位這八間店呢 他們都會是我的第一集網店 明白嗎 自己分享的店 叫第一集網店 我今天分享Uber給你的話 我就是你的贊助 而且我意思嗎 所以呢 自己的朋友 我叫第一集 他們在分享的朋友呢 我叫陌生分店 為什麼 我不認識他們 他們一樣開店 開網店 OK 可是告訴你們 會很愛他們 You know why? Let's see 所以第一集20% 第二集15% 第三集10% 第四集到第七集5% 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 如果這一間網店 是我介紹的 它一月賺一千塊 公司給我20% 到三十 所以20% 有沒有意思呢 它賺一千我拿多少 兩百 如果我每一間店都賺一千 我有八間店 他們賺多少錢 分店 他們自己的Franchise 他們賺多少錢 八千 公司會另外給我一個千六 如果他們賺一百千的話 公司另外給我一個 二十千 你們明白嗎 明白 你沒有反應 我不懂要怎麼講 明白嗎 分店理念簡單嗎 你叫分店賺錢嗎 賺錢嗎 居然過去傳統是一樣的 後來是開店的 他一直想要開更多的店 為什麼 因為有更多的店 就有更多的業績 對不對 可是開店風險大 投資大 在這裡我一樣開店 不過我會告訴你 這個店是零風險 你可能虧的就是 健康更漂亮 變健康更漂亮 你可以拿嗎 這個Risk 可以 所以第一間網店 我拿百分之二十 你希望他賺錢嗎 希望 他賺錢你怎麼樣 開心 他分享我開心 我是興奮 而且我意思了嗎 所以第二間網店 我不認識的 八個朋友每一個 跟我一樣 都有八間分店的話 我第二間多少分店 八八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間分店不要多 每一個月只賺一千塊 一千塊 那結實是很容易的 六十四間每年一千多少錢 六十四間公司給我百分之十五 明白嗎 六十四 六十四 每一個人複製乘以八多少 我不會算 然後拿到百分之十 第一次到第七 第百分之五 而且好消息的領導收入 是無限的 你要開多好個分店 公司不會限制你 他們做得多棒 公司也不會限制你 大家有意思嗎 所以你們要幹嘛 開店 開什麼店 廣店 講完了前面五個收入呢 我們到這個部分 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目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才說 結實公司每一年的營業額 大概有多少 十幾個億 一點多個billion 至今超過五十個億的業額 如果你成為結實公司 最高等級的總裁級的話 結實被稱為的鑽石級總裁 你有機會跟公司分全球業績的百分之三 我就拿我們2018年 這2019 我們2018年業績來算就好了 2018年我們業績多少錢 1.46億 1.46億 almost 1.5 billion 15個億的營業額 我們是用營業額來算 15個億的3%是多少 我有試過拿我的手機出來算 結果我算不到 因為太多個零了 我可能會再搭一點的手機 所以呢 接實公司會每一年拿3%的營業額 來做全球的鑽石總裁的分紅 當然是跟著個體的團隊業績 什麼意思呢 就是過去我們可能聽過Facebook 聽過Amazon 可能聽過很多大品牌公司 很多新的科技的大咖 可是我們最多可能買買它的股票 它升一點我們賺一點錢 它跌一點我們推一點錢 而已 我們沒有機會成為他們的股東 也沒有機會跟他們 share profit 可是今天這一家 跟這麼多的新科技公司 同樣的發展速度的 這家傑斯公司 它願意把3%分出來 代表我們在這每一位 都有可能成為公司的象徵性股東 我們很多朋友可能上過班 可能正在上班 我們都會拿花紅 剛剛過年各位拿到花紅嗎 看起來經濟不是很好 你們各位在今年的過年 有拿到花紅嗎 沒有 沒關係 如果有的話 假設有 你們多久哪一次 一年 你們是根據你們的薪水來拿呢 還是根據公司業績來拿 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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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拿的是這個國家的業績 還是全球的業績 你們想一下 所以我剛才說到 傑斯公司累積的營業額超過50個億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 這個角色嗎 右手 你們左手邊 你們看到的累積的營業額超過50個億 可是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公司這50個億當中 它發了多少的commission 我們螢幕上告訴大家 總獎金發送超過25個億 說真的 我在美國讀了5年的商學院 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家公司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營業額這麼的高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我沒有看過營業額這麼高的公司 可能把這麼多錢拿出來 跟它所有的distributor分享 我覺得這個就是所謂的前所未有 所以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為什麼站在我的這個角度 我覺得說 現在其實通過了50個億的銷售額 25個億的獎勵播放 我覺得目前是最好的時機 參與結石平台 不過現在的話呢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獎勵旅遊 結石公司其實呢 我在做結石之前 我一個夢想就是 我希望能夠 除了到世界各個旅遊之外 能在每一個國家的時候 我也能夠停留一下 做做事業 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想要賺錢 所以呢 我跟這結石公司 在過去的四年 我大概去了15個國家 我們也跟過公司到了 2014年我們去了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Cruise 我們也跟過公司到了東歐 到了迪拜 就是都白 我們也跟過公司到了 Mediterranean Cruise 也跟過公司到過了美國 到過了加拿大 還有非常多非常漂亮的亞洲的國家 最重要的不是你到哪裡 重要的是有人幫你買單 如果是住三星級的買單 沒有什麼感覺 做六星級的買單 你就很興奮 OK 所以呢 今年 每一年公司有兩次的獎勵旅遊 我們去年去了哪裡呢 溫哥華跟泰國 我們今年將會去新加坡 這個很近啦 OK 講一個比較遠一點 我們還會去東 希臘 Greece OK 當然也會經過愛情海 去愛情一下 OK 去浪漫一下 所以這些都是很多人 默寐也想要去的地方 而結石工資都一一的幫我完成了 我們下一個trip 就是五月一號 在希臘 而明年去哪裡呢 我也不知道 OK 我們今年就會知道 所以結合了一下我剛才所講的影響力 平台力傳播力 影響力的話 我們擁有世界頂級的管理研發團隊 還有跨時代的健康管理系統 平台力的話 我們全球無國界的平台 還有競爭力無限的獎勵計畫 而且是人性化的獎勵制度 傳播力的話呢 我們一個實事 實 什麼多日子 實事性 人人經濟 還有呢 整合個人資源 穿透力的傳播效力 這些每一個點 都是未來會發生 而且我們都想參與其中的力量 那最重要的是呢 用這麼好的平台 產品跟制度 重點是 我要怎麼樣 學習發展這個事業 這種平台的這個系統發起人呢 叫做Q會 它使用到二十幾年 創業成功的經驗方法 把它給濃縮 讓我們可以不用走這麼多的約網路 而且被驗證成功的方法 變成一個系統 叫US 全球創業的系統 而USGS的話呢 它可以讓我們用這個成功系統 來抓住趨勢 跨時代的生活科技 建立全球經濟 讓自己成為一個新典範 接下來 更重要的環節來了 就是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你們是看Flyer來的呢 還是朋友帶你們來的呢 還是剛好經過拿貨的時候坐下來的 聽到我的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不重要 接下來這幾位更為重要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主題變成很簡單 就是希望說 在我們這個二十一世紀當中 有什麼樣的平台 是適合年輕人 在可能資源沒有這麼足夠的情況之下 也有機會 創業 有機會參與這個新的經濟模式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會邀請幾位朋友 這幾位朋友呢 都是我在這個平台上認識的朋友 他們非常年輕 也是未來的 小時候我們常說什麼 我們是未來的 主人 啊 OK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通過他們的視野 通過他們的角度 通過他們的專業 能夠來分享一下 為什麼 解釋平台 是他們目前覺得最好的選擇 那第一位呢 我想邀請的是 那這一位他 那這一位他 被